一贯军读得百万美元奖金为号召的新创企业世界大赛 明年三月将在美国矽谷登场 台湾区的预赛第一名由发展智慧安全帽系统的新创团队拿下 他们将代表台湾进军明年三月的矽谷决赛 外形时尚的全罩式安全帽搭载声控操作通话录影功能 这样的产品在2017新创企业世界大赛台湾区预赛中脱颖而出 它能够做的事情跟一个手机很像 它有本身 它这个系统本身有运算的能力 它可以从远端去升级它 所以使用者拿到这个帽子它其实是不断不断的 透过后面的服务的升级它不会变旧 因为安全帽的这个我们讲说它的生命周期很超 能透过软体升级的安全帽指挥系统找来鸿海代工操刀 三月将代表台湾区前往矽谷和全球各地区新创团队 争取百万美元的投资奖金 我们感觉台湾区领域有很多能力 我们今年有超过百万的应用 我们感觉它有很多能力 台湾是年轻人员 它们有很多能力 它们在世界上处准备战争 我希望台湾和台湾的商业 西国Fenex创投公司执行长亲自带团来台 挑选具有潜力的新创队伍 这次参与的团队包括主公智慧家庭的联奇科技 和AR彩妆城市Glamourfi 又吸引动画公司奇瑞等实质队伍 透过参赛平台互相交流 你除了会做以外还会讲 那对国际市场英文要会好 讲不出来就好东西也无法表现 因为它的介绍让我们有机会踏上国际的舞台 各地新创企业借着跨国性竞争 吸收创意能量 也让台湾团队震上国际舞台 记者宫文向外陈玉智台北报道